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教程第二节第四小节 无变的常量 常量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常量是指我们计算机在处理过程中没有变化的量 也可以说没有变化的数据 计算机是专门用来处理数据的根据输入的数据 来进行运算处理并产生输出的数据 这是一个典型的IPO周期 那么常量就是指计算机在处理过程中不会变的这些数据 既然常量也是数据 那常量是不是也有数据类型的区别呢 没错 常量既然也是数据的一种 它是不变的数据嘛 那么它肯定也具备特定的数据类型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上一小节 我们到底介绍了哪几种数据类型呢 Java的数据类型很多种 但是它的基本数据类型只有八种 分别是代表整数的byte short inter 和long 代表小数的float和double 代表字符的character 以及代表护耳质的布料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常量都包含哪一些 首先呢 常量肯定有整数 小数和字符 还有护耳质 它们分别对应 Java的八种基本数据类型 我写一个1 很明显这是一个数字1 数字1呢 它既可以是byte类型 也可以是short类型 也可以是inter类型 也可以是long类型 因为long也好 inter也好 short也好 还是byte也好 它们都代表整数 只不过呢 它们能放整数的这个值的范围 是不一样的 以byte为例 它放的范围是 负128到正的127 也就是说 这个负128到正127之间的数字呢 都可以是byte类型 但是 129能变成byte类型吗 很明显不是 因为它超出了byte类型的 这样一个范围 所以呢 它可以是short类型 或者是inter类型 也可以是long类型 一般情况下 一个数字 一个数字 只要是被inter这个类型的范围 是在这个inter类型的范围里面的时候呢 它都是被加瓦莫认为是inter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上节课 inter类型是放什么样子的数字 它是负2147483648到正2147483637 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但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就只能放到long类型里面来了 好 这个是整数 那么小数呢 小数的常量的话呢 大家都学过数学 对不对 比方说1.5 但是1.5这么写 其实是不会被加瓦当成float类型的这样一个常量的 它会被当成double类型 double能放到这个小数的精度 就是它的长度范围 比float要大得多 加瓦系统呢 一般默认为小数 一看到小数 它就会默认为是double类型 那我怎么把这个常量变成float类型呢 请大家特别注意 我要加上一个f 1.5f就代表这个常量 是float类型的常量 而如果我不加f的话 系统会自己默认为是double类型 当然你人为的加上一个d 也就意味着是double类型 不加系统也会默认它是double类型 请大家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caract类型 caract类型在上节课的时候 我是写过了哈 它的常量一定是被包含在 包含在单引号里面的 比方说a s哈 在比方说我的单引号里面放了一个e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e如果不加单引号 那它肯定铁定一定是数字1 但是一旦加了单引号 它就变成了字符1 变成了字符1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是字符类型的常量 而不两布尔类型的常量呢 只有两个 不是tru就是force tru代表真force代表假 tru代表真force代表假 请大家特别注意 这个呢 就是加瓦八种基本数据类型中的 所对应的一些常量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 非常非常常用的 扩展数据类型的一种常量 它是用双引号来扩住的 双引号 hello word 这个hello word呢 加上双引号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字符串常量 字符串常量虽然也是描述字符的 但是请大家注意 字符串还多了一个串 代表是一串字符 一串字符 比方说hello word的就是 一个h一个e两个l一个o 等等 一串字符组成的一个字符串 它比character 它跟character之间的区别 就是character 它的字符只有一个长度 而字符串却可以有n个长度 但它们的区别是 字符串是由双引号扩起来的 而character类型却是由单引号扩起来的 好的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常量 我们也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都记住了吗